让当去旧群必须得来啊 再回来大妈都不让你这个业业了 大家好我是猫哥 好久不见啊 这灿灿回娘家已经一个多月了 这几天终于要回来了 作为一个居家好男人 我现在先把家好好收拾一下 省着他回来说我 这个很乍业的床单 是灿灿专门给我买的 再带大家溜一圈 看一看 这个小厨房 小厄室 还有我的工作室 最近我看大家经常问 看看上边以后 这大娘谁来带 我们之前计划是双方父母 谁有空当谁来 现在是初步计划 让大娘的爷爷奶奶过来 然后我先打电话问一问 想你大嫂子吧 现在还在闲道了 不过过几天回来 你们到时候我们上也过来的呀 你这还没见过你大嫂子了吗 你就拿杀掉刀去就去 必须得来啊 在本来大娘都不让你这个爷爷啊 我发现这客厅没空调是真不行 这都厉秋了 我在这带了一会儿又出一身汗 我的鞋去冲个澡 看看我这卫生间收拾难算利索吧 我们之前租房用的花菜呀 每次洗澡忽冷忽热的 关键是调水外的调半天 这里灿灾气都呛 这是我精挑细选 洗澡时特舒服 我家的浴室空间本来就小啊 它有这个置物平台 可以随手取放洗衣用品 这灿灾回来保育夸我 就这天体洗个澡太爽了 打算整点牛排吃 但是缺点配菜 我现在还能出去一趟 这边晚上还是灯火通明的 买了点小柿子跟西兰花 打道回复 今儿就简单吃点烤牛排 这一个人在家吃点爽牛排 说实话还是挺惬意的 虽说的有点爽吧 但是味道是真的香 不过最近 看来老跟我吐槽 和他最近特别发愁 主要原因是 马上就要上班了 大概还有一周多的时间 和他天天愁的 可能真的有点不适应吧 毕竟都放了半年多的假期 再加上我们俩都上班之后 大喵真的是没人看了 等那个 看他那个我爸我妈过来 到时候能够缓解缓解 像之前都是那个 丈母娘带完了 其实丈母娘 说实话也太辛苦了 其实我感觉像我这种 这种条件已经很不错了 像我的有些朋友同事呢 他的父母都 没法帮着带孩子 有些是年纪大了 有些是家里还有其他的 就是子女的孩子需要看 根本老人都轮不过来 根本排不上号 所以我跟蔡蔡两个人 相对来说是 我感觉是比较幸运的 就是父母 年龄也不算特别大 有精力帮忙看孩子 包括以后有了 二胎了三胎了啥的 相对的时候还好说一点 吃饱喝足了 三块牛排一简讯 再跟我儿子试个瓶 哎呀 还没睡呢 他都不睡 啊 哎呀 喵喵 哎呀 飞起来的 你看你干啥呢 你这是 睡吧啊 大喵 早睡早起身体好 谢谢没啊 给我摆造型的啊 我知道你很厉害 给你想带到某个 啊 你看看 还没睡松吧 是啊 你 想带到某个